加快国际化的精神 我们作为一个地方队 也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所以这次能够引进史上第一外援 我们绝不是说为了新闻而去宣传 而去把它引进 确实是对你的一个需求 今年香港的引进了外援 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格局 将来对于象律 对世界的推广和普及 应该起到极其的促进作用 黄学千是我们队的外援 他来自香港 他是首次参加向脚联赛 他平时训练比较用功刻苦 晚上有的时候经常摆起 比较到12点多 我们可能偶尔去训练室的时候 晚上半夜偶尔去训练室 也能看到他在电脑面前摆起的身影 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是我们反押 香港没有什么 好像国内的专业 假如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 还是选择在这边下下棋的 现在好像还是属于 就是我们中国象棋协会 大力培养这个就是竞争对手的阶段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转会能让象棋比赛更加市场化 这样的话也更加会观赏性会更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象棋 如果要面对国际化 在国际上增加影响力的话 它必然要把我们这个象棋联赛 要推广出去才行 然后他们能够参与进来 一个是能够增强我们象棋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而且同时他们也能借这个平台提高水平 然后他们以后可能也能在国际比赛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样也是对于比如越南啊 香港啊 包括其他很多地区的象棋发展 有很大的好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2016天天象棋 全国象棋 男子甲棋联赛的镜台对局 今天呢我们将为您讲解的是 由浙江明泰银行 新近象棋大师王家瑞 对阵四川成都的孙浩宇大师 很多人可能对孙浩宇大师比较了解 以前有在天天象棋或者是腾讯Q游戏上看过直播的朋友 会听介绍过孙浩宇大师 他是大师圈里边的才子 会作诗会背诗 满腹诗书很有气质 他是江西万载人 也是江西呢首位这个获得象棋大师称号的一位棋手 这盘棋其实孙大师下的就是很灵动飘逸 满含杀鸡 他也有一个外号嘛 叫神经刀 神经刀 对 就说明呢他下棋呢 棋迷就知道他的棋风 就是他有时候会有神来之笔啊 就是有时候棋下的特别的好 特别精彩 棋迷朋友们也特别爱看他的对局 画龙电精 对所以说呢这个这盘棋呢 也是双方呢一个对公非常激烈的一个变化 而浙江明泰银行这个小将啊 新晋的象棋大师王家瑞呢 他也是今年好像是也是年仅18岁啊 很年轻的一个大师 对浙江队呢是由这个赵欣欣特议大师领衔带领的 不仅是他呀 还有一个叫徐重锋的一个象棋大师 还有这个赵阳赫 对这个都是年轻的 呃 99后啊 98后这种年轻骑手 也都是这个赵特大这个手下的这个 呃 精英啊 嗯 向其的未来这个希望 嗯 我们来看实战 小将中炮 对 双方呢是以中炮对平风马开局 像红方局一平二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选择兵七进一 黑方足七进一 对黑方足七进一 这个这个时候呢 王家瑞呢选择了马八进七的走法 嗯 这个马八进七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走法 不过一般呢就是有鞠二进六过河鞠 或者是甚至这时候有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对 这个走法 实战呢 红方马八进七呢就是不怕你黑方这个 对 炮二进四双炮过河 对 这盘棋呢实际上应该我们可以看出啊 双方呢都是有备而来 黑方炮八进四 走到这里呢应该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著名这个双炮过河的这么一个便利 对 实际上这个棋呢我特意看一下棋谱 不仅这个王家瑞大师啊 也是喜爱的这个走法 同时呢也是后手方这个 孙浩宇大师 对孙浩宇大师 比较擅长的布局 对 他也是开先呢在本次联赛呢 也多次运用 而且是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对 对内蒙古的赵公老师啊 对我们北京精益连队的这个蒋川特代 都是多次采用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选择居九进一 这个布局呢是双方呢 都是各子如非啊 这边都是布局 大家都走得比较快 红方居九平六 这个红方 黑方呢 都是把自己的这个大子出动了 现在红方这个居九平六的意图啊 第一呢肯定是想几居桌霜 桌霜马 还有呢 红方按服这个冰三进一的走法 冰三进一 弃兵 对 先弃个兵 你不吃我就过河 你吃了以后 我居住进来桌霜的一个手段 对 对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 经过我们这个职业骑手啊 这个这么多年来 这么一个不断的演变 不断的一个 反复的实践 对实践啊 就是基本上是有两种变化 可以供大家考虑参考 一个呢就是走居二进六的走法 就是按保我这个 弃兵之后 我先看住了一个炮 对 不是抓霜 这样子如果你弃兵呢 我就可以给你吃掉 你捉霜呢 就就没有没有这个吃子的一个机会了 对 黑方这个禁区是一个 看炮的一个手段 当然了 红方也可以选择禁区捉霜 这样呢 黑方可以向其自己 对 然后红方 这个肯定要吃一个马 黑方再十六进五补一手 再补一手 对 这个呢就是一个 弃子的一个手段了 以后呢 黑方有马七进六啊 炮八退一啊 这种气 甚至以后有足三进一 这个盘面就是 红方虽然多子 但是居处于暗的一个位置 然后马炮被 被黑方空间上给压迫住 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 就是双望都可以站的一个局面 还要继续去演变 对 实战呢 黑方选择了另一路 可以选择的一个走法 走了一个炮三平六 这步棋的意思就是 我下一步要串打 对 然后实战呢 红方继续采取 进居捉马的一个手段 这个时候啊 黑方的选择啊 实战呢 这个孙大师呢 是选择了炮六进一 对 其实炮六进一啊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 就是最早 大家运用的一个走法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啊 更多的选择呢 可能会 对 补三项 七项都可以 当然就是补三项啊 给大家先简单的来演变一下 红方这时候 你要直接吃掉的话 那我就再进炮里打 再进炮穿的 这个气黑方反仙了 对 你这个马跳上来 我这个炮打过来 还打着你那个马 你这右路还比较 左路还比较空虚 但是你这个炮五进四 又不能打僵 打僵我马七进五 正好登 你炮还登领这个七路区 这边有丢子 所以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一般是先 冰五进一 冰五进一冲一个 对 然后黑方呢 选择先鞠二进二 先守住自己这个马 这个子就不给了 对 然后双方 从中五就开始突破 然后换掉 然后红方的马 马三进五 对 这么跳马 然后黑方呢 选择聚八进三 看住 对 先守住 这个其实红方 这个马五进六 比如说跳马 捅方五个是 捅方在逃鞠 对 鞠六推 逃一步的话 我再鞠二进四 进鞠 就是防止你马七进八 把我鞠给打回去 就这个呢 又是一盘啊 比较复杂的一个 另一路变换 对 攻守了 对 大家也可以 自己在实战中呢 也可以运用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实战吧 实战呢 可能我感觉孙大师 可能面对一个小将啊 就想我走一个老式的走法 看看你是怎么一个应对的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也是必须走的一个走法了 除了跳马 可能冲冲兵也可以考虑 然后黑方 黑方打掉 对 红方踩中足 对 马六进五 这个换字 黑方也可以 这个黑方只能是 马七进五踩掉 对 只能接受 马七进五 换掉 然后 红方打掉 黑方这样子 因为马逃不掉 所以红方也不算 弃子 也是能把子吃回来的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 先走个过门 狙八进三 对 狙八进三 捉炮 然后红方是 炮我推一 对 正好得炮我推一 退一手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黑方选择了 上将 对 先上个将 对 就是这个局面下 大家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双方呢 已经进入一个 白热化的一个阶段 对 短兵相接了 对 从开局 落子如飞 马上就演变到 这个一个著名的 一个便利 其实走到这里呢 应该是我们很多 前辈们 老师们 也都是经常采用了 一个走法 这个时候变化 还是非常的多的 有这个四四进五 先补一手试 还有这个 居二进一啊 居落平期 吃马 还是比较常见的 对 对 这走法 就是感觉 就是可选性 比较多 有的齐迷朋友 可能会觉得 一般说 空头炮 不都红方好吗 对 但这个盘面 其实是 双方互有顾忌的 因为你虽然 有一个空头炮 但是黑方的 双居双炮 位置非常好 你的子力 空间发展 是受限制的 所以这个盘面 不能说是 红方有空头炮 就占优 还要是比较 复杂的变化 对 应该是一个 两分的局面 主要红方 这个看看 红方实战 是怎么让自己的 这个右路鞠 给开动了 如果右路鞠 能投入到战斗 那就是中炮 这个空头炮的威力 就能发挥出 对 就能很快 发挥出来了 实战呢 红方 整个的 居住平期 先把自己的 这个物质损失 给夺回来 但是实战 就是这里 有没有可能 先掌居 对 是否可以 居二进一 我们来这里 跟大家一块 拆解一下 对 我既然有个空头炮 我就赶紧把 我的居量出来 居二进一的话 那黑方的话 可能也可能 得先居二进六 居二进六 对 我得赶紧出动大紫 那这样我过居呢 居二平六 过来 居二平六过来 我感觉很厉害 这有将军 对啊 将军再点个居 二红方 一十 黑方 是不是可以考虑 居八斤二 先攻击中路 对 因为你这个两个居 一个炮 要对我有威胁 我得赶紧把你的中炮 给赶走 赶走我就不怕你了 这样子呢 这样一个变化 对 它底下要不要 先僵一下 僵其实也没必要 我就先捉你嘛 僵的话 你这个知识 我捉法还不是先手 对 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也不好看啊 你要是掌居看上 掌居看上 我这个在僵 你落相 对 我还有这个 把你冰吃掉的一个 还有一个居二平四 对 最简单可以居二平四 对 简单的话 我可以居二平四 给你对居啊 你给我对掉 我换掉 这个中冰 这个你是守不住的 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呢 说红方再把 吃回来是什么样子的 那黑方 是不是可以 先泡尔尖尔江云呢 先 对 如果知识的话 就泡尔平一 分边炮了 对 知识的话 我应该可以分边炮啊 分边炮这样要抽居的 对 你这个老将 正好出不来 你这个 而且我将军 是抽着你这个 七路居的 对 这个居比较低位 就这两个居 可能要丢 要丢 走不好的话 对 但如果落相呢 落相是 池中一江 对 可以池中冰江了 池中冰江 如果你知识 要电居的话 你交换完了 是黑方好 这个 电居的话 大家来看啊 这个居面 黑方有一个 捐二平四 就是 有一个沙棋 对 你正好你要吃我居 我这个吃一江 接着江把你 吃相 对 我正好 居四平五江 这个把你脚捞回来了 而且呢 你这个中炮 还是立不住 中炮 丢了 对 你一走这个 正好有一个 白点酱的一个沙发 对 所以这个气 还是挺复杂 很有意思的 但是 你不能 电居只能 气掉这个子 对 气掉子 然后寻求在底下 杀石像去反击 对 我觉得这个 还是挺有威力的 这黑方 如果你 这个一着急 先把炮吃了 红方这个 吃底室 这个双居措 我想大家应该 很了解 各位齐民 应该了解 这个 这个时候你是没有 居二平四的 因为你居二平四 红方是先居七 金银一江 对 正好红方有一个 这个居六平五 一个兜底 对 兜底的一个沙发 所以这个局面下 我想黑方啊 可能不能太着急 把这个子吃掉 可能有一个 居二平七 对 吃兵的一个 这个对攻 真的是很激烈了 对 这个局面 我觉得应该很乱啊 但是我感觉 如果双方下到这里啊 应该还是黑方 更快一点 因为黑方这个双居 更明 我吃了你马 是一个先手 马上是杀 是一个要杀 对 而且我这个巴鲁炮 也有一个攻势 你这个双居 你去吃我试 你不是杀棋 你还得再将 再走一步 才是杀棋 如果 我就快一步了 如果说实现 他们下这盘 即要是六十分钟的话 可能会考虑到 走这个变化 对 但他们实战的时候 是二十分钟 对 双方也是时间 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小将 王家瑞也没有去 往这方面去 去引导 选择比较简单的 先把狮子得回 对 他是简单的 把狮子吃回来 然后呢 黑方这时候 孙大师呢 也是选择了 鞠二金六 对 继续把这个狮 给封锁住 然后这个局面下 就是红方 其实选择性 也是蛮多的 具体我们看 小将是走什么呢 大家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讲解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小将王家瑞 这个时候呢 是选择了 哪一个变化 好 实战呢 这个 他选择的是一个 马三退伍 这个走法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步骑 也是一个构思 比较精巧的走法 对 就是这个窝心马 先防止你 G二平七 吃兵 压我马 而且我这个 二入居以后 随时 G二金一 G二金二 都有这个 如果你要G二平七 现在吃兵的话 红方G二金二 反而是一个 先手的捉炮 对 所以他这个退马呢 也就是窝心马 反而也没有什么大碍 对 实现 看黑方怎么选择 其实这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走法 当然也是在这个局面下 一个比较特殊的走法 这个局面是很吃劲的了 对 双方谁一软 谁一松 可能就要导致 整个局面的一个 一个崩塌的一个知识 对 当然在其他的局面下 就是不太建议 大家不要走这个 主动退窝心马 这一个思路 这个俗话说 就是双方已经杀起来了 就都收不住了 对 然后针对这个 红方退窝心马呢 黑方也设计了一套 比较好的计划 当时孙大师选择了 炮八退一 这时候红方呢 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选择G二金一 掌G 准备把自己的这个G开通 对 然后黑方 再冰棋足七进一 对 就是既然你退了我几马 你中路肯定就要收支 就退下了一定的 红方再马五进七 这几步呢 不能给先手打僵 会抽到G 对 这几步应该都是 双方有预料到的 对 就是我也不怕你这个炮 因为这个我G 拉着你这个G炮 而且红方马五进七以后啊 就是红方这个时候的思路啊 他最重要的是 想走G二平六这一点 这个点非常的大 G二金六走完了以后 随时吃事 居将啊 这个黑方这个阵型 就是一个 就能阻杀了 对 一个崩塌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为了防止黑方 红方G二平六这个杀旗啊 这个暗幅杀鸡啊 黑方这时候走了一个 真的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走法 当时他选择了一个 G二平六的走法 嗯 就是这个 是不是也可以G八平六呢 G八平六好像也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走法 对 还能摆脱他的局炮牵制 对 而且四十招也可以打你兵 当然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时候 我是不是也能G二平六 那这样黑方 反而是先动手了 有个G二平六 一个杀旗 这个杀底式 这个炮在这 所以红方G三平五一打将 这个怎么办 好像红方已经很难硬 对 他是出不来了 对 正好不能出将 出将这个两个G 双G 这个杀法 双G杀式 对 这个G正好成为一个障碍了 但是你要知识也好 他还也吃识 他这个双G 反而比你这个红方 双G快 要先动手了 对 所以说呢 这个G八平六 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选择的一个走法 对 G八平六呢 G二平六意思都是为了要 要累G来吃识 对 G八平六的话 红方可能也是得 先把这个G站上类 当然也是另一盘攻守了 我们来看实战 黑方G二平六 当然红方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千万也不能G二平六 这个G八平六 这是同理的一个杀法 对 所以说这时候 红方选择了江一辆 江一辆 对 这个都是试探对方的应手 对 这个江军呢 如果你也是防止 黑方下部降五平六 这个杀 来狙杀底势的走法 因为你这试掌 织不起来呀 这个炮八平五 这个打江 这个走法 所以江军呢 黑方实战是选择了 降五推移 下降 不过后来咱们 在摆棋的时候啊 看这个 在学习这盘棋的时候 看好像黑方也可以 狠一点啊 考虑降有进意 对 先上将 虽然这个老将的位置 非常的 感觉非常危险啊 但是他其实能够造成的杀伤力也会更强 对 然后这时候呢 主要有一个降五平六 这么一个狙杀底势的一个手段 对 因为黑 迫使红方这个势啊 这是该怎么一个解决这个底线呢 因为我这个老将在三楼呢 你这个狙炮暂时没有一些杀法 上三层相当于我的老将 不光是一个受保护的对象 而是一个进攻的一个战力了 对 当然他实战呢 我想这个孙大师也是为了稳妥 选择一个下降的走法 他这个时候 对 也是考验了红方 就是这个黑方这个狙八平六 随时有这么一个闪击杀法 炮打中兵 红方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小将他的心理啊 也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当时呢 他实战 他是选择了一个 狙七平八 狙七平八 对 有一个桌 先桌炮的一个手法 我们来 那个狙七平八 有个桌炮 我觉得就是浙江明泰银行啊 他们这个小将 这个新秀啊 就是下棋还是很有锐气的 对 开局就是走这么乱的棋 尤其是对神经刀啊 也敢下这么乱的棋 双方大杀大卡 对 大开大火 所以赵新兴特大呢 他是这个带领这个 浙江明泰银行啊 现在目前呢 在联赛呢 也是排在了前六的一个位置 对 我不知道 对 这个唐老师是什么样的棋风 我是很欣赏这种攻杀型的选手的 我觉得你下棋 下棋是一个零和的一个游戏 虽然出现和有和的情况 但是基本就是我胜或者我输 那你要取胜就得去攻杀 而不是说一味的走稳健的防守的招法 但是也是很多 我们很多老前辈也是很多高手们 他们下那种散手这种较将功力的招法 也是很 每个人棋风不同 对 棋风不同 这个赵特大呢 他带领的浙江队呢 都是非常有杀气的 所以这盘棋也能体现出来 小将这个也我不管对手是谁 我是找你拼命来了 但其实孙大师也是一个 颇喜欢对杀对攻的一个棋手 所以浙江队呢 他们今年的联赛呢 成绩也不错 他们在这个联赛的预赛呢 已经打入了前六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呢 在对于他们这个联赛的季后赛 有一个入场券啊 应该是有握到手中了 所以说呢 这个杀他们整体杀出来的 拼杀出来一个一条血路 所以值得称赞 而这个时候呢 他G7平8呢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还是小将啊 他太想走G2平6这个走法 思想上导致了他走出了G7平8 这么一步比较随手啊 比较遗憾的一个走法 实战后来我们看 可能G7平6更好一些啊 G7平6先这个G站了 下一步我看着你G2平6 看你拦得住拦不住 但是黑方可能只能G8平6 对 杀吉我来防止你G2平6 红方这时候顺势G6进五 黑方是不敢打将的 打将的话出将 这个反而G杀敌势 而且这个二路G也通过了 下一步直接点G也都是绝杀了 对 所以这时候黑方呢 没办法了 可能只能PWP4 先推到这儿 你什么时候出将 我给你把G对掉 对 然后红方这时候 是不是我可以考虑啊 把兵看住 可以考虑G6推4 对 把兵看住 这个呢又是一盘 比较漫长的一个对杀局面 但是我这么理解啊 我觉得应该还是 红方的主动权有机会大一些 对 毕竟红方这个兵种好啊 有这个对黑方更有一些 这个压力 对 而且现在空头炮 还是保持着 对 当然时尚红方 这个G708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来看这个孙大师 他是如何这个精确 比较把握住的 这么一个局面啊 他后来是每一步棋 都走得非常的好 选择PWP1 相退一步炮 对 这个时候 过局 小将G2平6 局终于过来了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 当然也不能G8平6了 杀齐了 你G8平6 他正好他也不管你 他不管了 对 我来杀你 这就是绝杀了 你这个杀将军都没用啊 你将不死我 你将不死我 你这边就被绝杀了 所以说呢 小将这个G2平6 这个走法是得到实现了 但是黑方马上啊 有一个炮8平5 一个反击 对 这打了 这黑方先要杀 对 这个反击呢 我想可能是洪方 这个史料未及啊 他可能以为G6平3 这个桌 冰7平6 就会G8平4 他以为这么一个刊啊 这个是没有事的 你这瓶炮江呢 我正好G6平5 白吃你炮 对 对 正好也是一个 没关系 这个G正好拉住了 一个G冰这个根 但是这个时候呢 孙大师选得了 G6平5 当然啊 这个时候他可能 G8进6啊 G8进5啊 也是一个比较狠的走法 强硬的手段 对 G8进5 对 下部 眼睛看我G6金啊 或者G8平6 你要是G6平5吃我 我就G8平6 对 正好有一个杀棋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他走得也是非常的好 他G6平5将 然后红方也很无奈啊 只能补一手势 这样相当于在双方拉开架子 大攻大杀之后呢 对 局面简化了 嗯 飞向 对 黑方 红方飞向 那等会儿解下屏 OK 小三进5 不好意思 我们来解下锁 这点 小三进5 对 红方呢 是 黑方是通过这个较僵啊 把红方这个威胁给化解了 同时呢 有一个炮二瓶9 这个是一个先手 对 也一个大的反击 正好不能出将 出将的话 G8平4把马牵死了 红方这几步也都是很无奈的 我们来看实战 这样的一个交换下来的话 然后步棋 吃掉 吃掉 这个红方呢 这几步棋应该是很无奈啊 就是我攻势不仅被化解了 我还是要赶紧化解黑方的攻势 对 所以这个局面 这个盘面简单一看 最简单嘛 鼠兵 对 黑方多一个 对 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红方这个边路 九路边向 如果在三路这个位置啊 这个棋还 那还好 对 还可以顽强抵抗一下 主要它这个炮9G3 三江下几句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 局势走到这里啊 我觉得这个胜利 这样子 红方通过一个过门 对 准备想过个足 小江也是 到了现在还在寻求 最有效的反击啊 对 然后但是呢 这个局势啊 还是亏的有点多啊 没办法 很快的恶化了 对 将军 江 上将 上将 没办法 泡江 对 泡江 然后 虎方也只能知识了 吃五金四 然后吃掉 吃掉 就这个局面下 这个视像被破了以后 应该是速度上 是比不过这个黑方了 然后这样子 吃掉 这个 红方想要寻求对筛 但是 可惜 还是慢了一步啊 这个冰 可能如果在这儿的话 还能将两军下冰 下冰 对 还能谋求 哪怕谋求和死 也来不及了 一将一 一将局面 但是这个局面下 没办法了 它只能聚落平巴 先防止你下冰江 应该慢了 不止两步 对 慢了至少两步 但黑方这个一步 下五进三啊 这个 这一步棋 入老将 下步也 真真看着我下冰江 居六平四杀棋 这个也就是 无力回天了 对 这盘棋 两个对杀行的选手 在终局的较力之后 还是孙大师 笑到了最后 对 还是他比较老练 所以 也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盘棋下得非常精彩 对 期待下一次的讲解 好 谢谢您 观众朋友们